画面上是新店高中30多位高一学生来到市府参访 市府发言人于志明特别向学生介绍 在市府一楼展示的青年电动机车 吸引学子的目光 小爱爸爸基隆市长谢国良也亲自欢迎师生的到访 介绍他推动青年电动机车的想法 谢谢大家今天的到访 也欢迎大家以后多了知识 小爱爸爸第一次是想法基隆法造成 一个温暖地友爱的城市 所以大家可以在地友看到 有很多新年电动机车的一个好事 那些都是希望大家能够用做公益的方式 然后来变成大家代表的照片工具 我们现在都还在那个被砍驾照接近的原理 那我们的规划是希望大家大概在大学的年纪之后 到就业的时候 希望提供这个交代工具给大家 是节能减碳环保绿能的一个预计 那希望大家要用公益的方式来对这个社会 新田高中这次校外参访安排到基隆市政府 并参观基隆要塞司令部官邸 以及海洋大学威海营区等地 带队老师说感谢市长谢果良亲自接待学生 让同学们有更开阔的学习视野 整个社会应该都是我们的学习的场域 然后这次正好有想说结合海港城市这样的概念 然后就带他们到基隆市政府来参访 那很荣幸市长有接见同学 相信他们的收获一定很丰富 因为我们的像我是公民老师 那我们公民课的课程里面就包含政治 选举制度等等 他们上级其实都学过 然后透过这样实际的接触到民选的首长 然后参观地方政府 还有学校学到不同的领域的东西 我相信这样应该对学生的那个 教学的品质收获应该要更多 新年高中师生们与市长谢国良开心合照 小爱爸爸基隆市长谢国良说 他将努力把基隆打造成好吃好玩的有爱城市 欢迎大家多到基隆来玩 记者黄日生陈淑萍基隆报导 谢谢大家